目前我的SSD 目前我在電腦裡面 目前我在電腦裡面裝的SSD是這個Intel的660 2T的SSD 但是它最近有一些問題就是你可能重開機它的低疊低潮就直接消失不見 然後或者是Windows出現什麼硬體錯誤的訊息或者是直接藍屏之類的 所以我想說現在還在保固你趕快就把它換一個新的或者是就維修或怎樣 但是就再看看啦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剪影片就出片速度會慢一些 因為沒有辦法沒有低疊怎麼剪影片我沒有地方存影片 所以我現在都備份到我們的外面的NAS 我也不知道怎麼唸NAS